瑞港公路26号晚间紧急实施预防性的封路措施后 历经杜苏瑞台风一夜毫大雨的欣喜 除了穿出零星落石 也有大规模的泥流横行马路上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而乡长吴万德今天一早就立即调派了山猫展开清理 来恢复道路的安全 经过杜苏瑞台风一整夜的大雨侵袭 瑞港公路零星落石之外 这段路大规模的泥土水从边坡往下冲 占据大半个路面 相公所今天一早即刻调派小山猫道场进行清除 昨天晚间实施预防性封路的瑞港公路 台风豪大雨连续不停延时的部分路段 泥流横行阻碍交通 为了使抢栽作业顺利进行 警方也配合道场进行交管 今天一早也特别道场关切抢栽进度的乡长 吴万德表示 瑞港公路是秀古链西泛州主要道路 更是齐美部落族人唯一的连外道路 这次受杜苏瑞台风大雨影响造成落石尼罗灾害 相公所则即刻清除以维持交通的安全与顺畅 事实上瑞港公路近几年在县政府以及中央 驿注三亿多元的经费有计划性逐步 逐断的补强改善一直在路段后 如今杜苏瑞台风大雨也展现了改善成效 仅有零星的落石以及泥流 并未传出重大道路崩塌灾害 这里居民表示 似乎也逐渐洗刷瑞港公路逢雨必断的臭名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